看看新闻网 今天跟随我们记者共同去了解一下 虽然当天谢霆锋杨幂双双缺席记者会 但有关两人在片中的吻戏却闲生夺人 能跟喜欢的人在一起心里面就踏实了 事实上从电影《消失的子弹》启动宣传开始 谢霆锋和杨幂就始终是制片方宣传的不二焦点 先是爆出两人的绯闻 再拿这场所谓的激情戏大作文章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谢霆锋和杨幂身上的话题 确实是被制片方消耗过度 相比这两人的折腾 刘青云和江一燕这对戏中的苦命鸳鸯 就显得轻松得多 只是刘青云偶尔也会抱怨 导演给他安排的角色不够浪漫 我们先说谢霆锋跟杨幂的修情 你们看报纸都知道了 还非把人收拾了 他们上一次来的时候 他们会自己跟你们过 我跟海敬锋是很特别的感激 电影《消失的子弹》用所谓的激情戏 吸引观众眼球 而另一部即将开拍的 由孙宏雷 郭富城主演的电影 《全民目击》却玩起了神秘 近日电影《全民目击》 在北京举行了开机发布会 当天戏中主演齐齐亮相 但就影片内容所有人都三肩齐口 虽然影片才刚刚开机 但从各位主演的互动中不难看出 孙宏雷和郭富城的合作绝对快乐无求 我们虽然是第一次合作 我告诉大家一个秘密 就是说我跟宏雷 我们第一天碰面的时候 感觉就是好像 我们已经认识很久很久的哥们一样 可能因为大家都 也是从一个 很久很久以前的时候 都跳过舞吧 所以我们的感觉 就像好像在学生里面 那个时代 好像一直走过来了那种 所以我觉得我们的那个两个 两个的感觉是特别亲切 郭富城和孙宏雷心情相惜 成兄道弟 但您可知道 这两位人兄究竟谁更年长 很遗憾 孙宏雷的长相出卖了他的真实年龄 他比看似年轻的郭富城 还要小上五岁 尽管如此 孙宏雷还是厚着脸皮 坚持让对方叫自己哥哥 宏雷说我在 是非要超级努力 可能因为 宏雷哥 红雷 红雷 红雷哥 红雷 红雷 其实我现在红雷哥 实时 哥 还是第一个重要 是一种清乎的面子 赞叹 赞美 更离奇的是 孙宏雷还发了一条评论 郭富城的微博 直呼这位万人崇拜的天王 私底下是个大怪物 郭富城 是个超级努力的怪物 很强大 怪不得李彬彬专程打电话 来介绍此人 究竟何来大怪物一说 孙宏雷终于娓娓大来 原来在他眼中 郭富城像是个孩子充满童真 偶尔也会犯傻 总之在孙宏雷看来 郭富城的性格 和他47岁的真实年龄相去甚远 甚至可以说一点也不符合 没有 我首先对那个富城没有那个贬义 这个绝对是褒义 因为以前那个富城跟那个李彬彬也合作过 然后我们都是很好的朋友 然后他就跟我介绍了一下郭富城 他是个怪物 比我还怪 我说为什么是个怪物 哎呀 你不知道他没脑子的 很傻的 比我还大 你管什么 我不知道 我不了解郭富城 但是我太了解李彬彬了 他二的程度我令人发誓 所以他说这个郭富城比他还二的话 那我就不敢惹他 第二天我也不敢看郭富城了 然后我经常看见他眼睛里流露出来 特别孩子气的一些东西 有一天他兴致来了 就直接在他面前的那个大办公桌 那个危险的办公桌就跳起来 那个角色 新一路在线北京报道 杨幂和谢霆锋双双缺席发布会 这不禁让人感叹消失的子弹 变成了消失的主演 那咱们就让子弹再飞一会儿